第三關,我選擇熱刺對國籍米蘭 這場球我選擇角球大小 角球大小也是10.5球 角球大,1.8倍 這場球也是,可以看看兩隊的近況 兩隊球在英超也好,或者在意大利也好 也是中游分子,在4-4-5,2-2-3-3的階段 熱刺主場本身贏了6場球 亦和一場輸3場 作客的國籍米蘭,近10場作客 亦贏了6場輸3場,和一場 我看看,熱刺比我感覺上 亦都是側擊為主 始終前面打著哈里仔 兩邊巴里或者孫慶文 其實都善於落底線傳中 製作角球其實都頗多 我們看看,近八場 基本上要大的,其實都很大比數 其餘,他對著強隊 萬成,或者是 彥奴昏,車路士這些 對面比較少角球 所以產生少一點 這次的對手就不同了 起碼國際米蘭,本身他的打法 亦都是同出一次 經常都是沉底落底線 打側擊多 基本上角球 無論贏輸都好 基本上角球的數量都偏大多些 何況一件事 其實這場的積分 大家都爭著3分 其實真的是6分 如果這場是 熱刺贏了,大家都7分 其實每次都要爭 亦都不會甘於落後 那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去到分組賽 尾兩輪賽事的話 其實真的要看形勢 變相來說 這場的角球大 10.5球 亦都值得去買 看看三川四是怎樣買 三川四 第一關是 多蒙德 一球球半 買回下半 暴露日 2.19倍 第二關是 巴黎食日義門 對利物浦 角球大小 買個10.5球大的 1.93倍 尾關 熱刺對國際米蘭 也有角球大小 10.5球 買個大的 1.8倍 三川四五十元條 總額200 如果成功過關的話 有995 參加到一千元 正媒報也有800元 希望星期三 歐聯賽事 三川四幫到大家